王老师 你说过敏症鼻炎是咋的 不定是什么时候就犯病 你这样啊 你一定注意 你就戴口罩 今天少接触外边的零红瓶 他讲说过敏症鼻炎是什么呢 就脾肺气虚 肺有痰 你看过敏症鼻炎它一定是打盘地留青涕 它在留鼻涕呢 鼻涕 鼻涕哪来啊 它一定是痰湿 痰湿组织我们的肺腔 终于讲了 脾为生残之源 肺为储残之气 当我们脾肺气虚 为羊不顾的时候 风寒进来的 而我们鼻翘呢 通天气 它是我们肺的门铺 所以说它最先感染的就是我们的鼻子 所以说 多爱得这个鼻子 那日常护理 你说是很护理 就是保温 小脸 对 白表 就是说少闻异味 保温就可以 然后可能过一段它的鼻涕膀正厚了 它这个问题就自然就解决了 对 是不是有点这个原因 对对对 你就吃这药 吃那药 也没有什么害 我跟你觉得 没事的时候 假如我们喝热水 要是寒凉性的 熏匀鼻子 然后呢 做到深呼吸 然后呢 明镜苦想 就是要使我们肺的功能提高 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五脏六腑 它所起的作用不是单单的说法 肝就是我们这边肝 中一讲就肝 而我们的脾胃呢 就是我们的脾胃 就是我们的大大鼻麻吉 还是胃 它不是那个概念 它是气的五种运动方式 总结出来的我们人体的气机调畅 说我们脾胃的运化体现出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化万物 是土的概念 这时候哈南后天之门才能化成气血 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胃 我们胃就是空腔机关 我们的肠就是传导机关 所以不好就带着哪都不好 对对对 我们的脾胃就都好了 对对对